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也没说 苏林 邓怀呢 不知道 可能去洗手间了吧 我随意敷衍身边的朋友 心里却不知为何不安起来 朋友们还在喜气洋洋地唱歌玩游戏 我坐在中间 望着旁边本该是邓怀的位置发愣 明明白天才刚刚结束完订婚仪式 明明周围是那么喜庆 我却越来越不安 就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一样 朋友们通宵了一晚上 邓怀离开了一晚上 我也给他打了一晚上的电话 上百个电话没有人接 醒来时是被一阵手机铃声惊醒的 苏林 快看热搜 我的脑子一时卡顿 热搜和我一个普通人能有什么关系 打开微博 热一词条 楚来男友 我的脑子空白了一瞬 就像是突然间丧失了思考能力 热搜评论区已经沦陷 楚来和邓怀这对古早CP 从新出现让网民们津津乐道 美业女明星和高富帅总裁 又是青梅竹马 又是破镜从源 偶像剧标配一样的故事情节 让许多人为此大呼KSWL 据说邓总是听说来来被拉去喝酒 才跑去把人带回来的 这对希望他们结婚的人真的很多 是复合了吗 我的CP终于又在一起了 民政局给你雅班来了 看着办吧 我颤抖着手点开视频 高大俊美的男人 扶着怀里漂亮的女孩进了车里 他闹着 他笑着 画面很清晰 两个人的脸在镜头下氛围感十足 就像是在拍电视剧 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邓怀扶着楚来的手 只有我注意到他手上的戒指已经不见 那是我和他的订婚戒 今天本来有一个行程 是我和邓怀的订婚旅行 我以为邓怀不会去了 他却在中午的时候突然出现 你做了什么 邓怀冷着脸咬牙看着我 你知不知道 昨晚出来哭着和我说 他说我不要他了 我捏紧了手里的包 竟然不知道说什么 邓怀 我没有 他却打断了我的话 好了 他冷冷地盯着我 就像我是最大恶极的人 苏林 我知道你不喜欢他 可你能不能多站在他的角度想一想 楚来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 你一定要逼他去死嘛 我愣了愣 没有说话 是啊 楚来身患癌症 医生都说他没有几个月了 邓怀很久之前 也让我多多体谅他 那时候我们刚刚在一起没多久 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出来 因为他不小心给我的动态点了赞 他关注了邓怀 主页动态里也都是关于他 和邓怀的点点滴滴 日记一般地诉说着 他们从前的美好 我跑去质问邓怀 邓怀却报警我 林林 他只是前女友 你不要多想 那一切都是过去式了 邓怀温柔稳重 他的每句话 我都深信不疑 那你可不许背着我 偷偷和他联系 对邓怀的过去 我不喜欢过多探究 也是他告诉我 那一切都是过去 我们之间 难道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 他倾笑捧起我的脸 温柔地稳落在我的脸上 其实我们就是任何一对 普通淡安爱的小情侣 我觉得我也应该理解他 就像他说的 他有他的过去 我也有我的过去 他不曾探究我的从前 我也应该对他的过去 给予应有的尊重 可是真的是这样吗 他真的能和过去分割开吗 可是邓怀 你真的已经不喜欢他了吗 我抬头看向他 男人往日里温柔地眉眼 此刻却充满了烦躁与不耐烦 或许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我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 问出这句话 可我知道 这是必须要执念的问题 我说了 那是过去的事 邓怀揉了揉眉头 像是对我在这件事上的死缠烂打 脱为不耐 好 那这张照片怎么解释 我打开手机 拿出处来的小号 在凌晨发出的照片 食指交握的照片 很明显的男人 大手包裹着女人纤细的小手 旁边还附带了拍摄时间 如果不是我知道邓怀手背上 也和照片上的男人一样 有一颗痣 恐怕也会以为那是网图 邓怀正正地盯着照片 又不自觉地移开了视线 一张照片 能说明什么 我扯开唇 苦涩在心头蔓延 却还是逼着自己冷静 那戒指呢 你为什么要摘下戒指 他微微张着嘴 沉默了片刻 手机却在这时候响起 喂 他接起我离得近 一下子就听到了对面的声音 邓怀 你快来 奶奶又在酗酒了 他本来身体就不行 再这么喝下去 要出人命的 邓怀拿着手机的手颤了颤 他低沉着声 李姐 你先帮我轰轰 我现在马上过去 他做事要走 被我拉住 邓怀 你还没回答我 我试图用平淡的语气和他说话 我以为我足够冷静 足够大度 可事情真的发生在我面前时 我却只觉得可笑 到了这个地步 我甚至只敢拿戒指做借口拖住他 邓怀回头 他眼眸森然 从身上拿出戒指 轻量的嗓音压抑着怒气 既然那么喜欢他 那你就去湖里慢慢找吧 我的脑子似乎空白了一瞬 狮神一般的震愣在原地 任由他扯开我的手 走出房间 砰 房间门被重重地关上 那天之后我没再见过邓怀 与此同时 他和楚来的绯闻愈演愈烈 送楚来回家 到店给楚来买他爱吃的小吃 无微不至 他们的CP甚至登上了娱乐热搜 带有随时要公开恋情的模样 开会的时候 阿明和小花频频朝我露出同情的神色 茶水间 邓怀真的太过分了 他这样不就是在打我们老板的脸吗 我那天评论说邓怀有女朋友 被他的CP粉丝信骂了我好几条 阿明小花香是一眼 无奈地叹气 我就是这时候走进去的 洗杯 冲泡清理一口 彩蛋笑看向他们俩 客人在外面等了 你们确定还要继续待在这八卦 两人逃也时地溜了 等他们走了 我才低头喝咖啡 褐色的液体里倒映出我那笔哭还难看的笑容 越看越难平静 我把杯里的咖啡全倒掉 冲洗被子 给自己抹了把冷水脸 重新回归工作 也许工作是唯一可以让我不那么难受的途径 刚走出茶水间 小花就急色匆匆地跑过来了 老板 我赶在他撞过来之前扶住他肩膀 不是说了 不要杂杂呼呼的嘛 再慢一点 你老板要被你撞飞出去了 小花气喘吁吁 老板 你出去外面看看就知道了 我一看就知道 多半是有客人在刁难人了 你把房间号给他了吗 小花摇摇头 不是这个 是那个客人 他顿了顿 老板你认识的 我心下一沉 不等小花再说什么 扔掉身上的围裙就跑出去 会是邓怀吗 他来找我了吗 他会不会后悔 那天对我那么说话 内心又复杂 又压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欣喜 再见到来人那一刻 终于戛然而止 穿着白色长裙大草帽的漂亮女孩 退去大农装 清理美艳 他抬手 朝我露出恰到好促的笑 嗨 你是这里的老板苏林吗 血液好像在逐渐冷凝 睫毛微颤 我微微低头 我从未想过和他的第一次见面 会是以这样的情景 阿怀他对你好吗 楚来喝了口咖啡 举止优雅 比起前女友他表现的 更像是一个质问第三者的现任 我突然冷笑起来 你笑什么 他似乎很不解 我笑你是以什么身份来问我 我的手握住杯子手柄 仿若无意地露出订婚戒 这是我目前唯一能让我保持体面的东西 我以为能激怒他 他却轻笑一声 苏小姐的订婚戒指确实漂亮 目光流转间 他眼底的嘲笑与恶意几乎要涌出 可是那天 我怎么好像听到阿怀说 他把他的戒指扔糊里了 他仿若无辜的疑问 让我手上的戒指显得极其可笑 我松开了手 有些难堪地放在桌上 收也不是 不收也不是 好了 苏小姐 他站起来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伸出手 你现在可以把房间号给我了 我不可置信地抬头看他 在这僵硬的一分钟里 谁也没有让谁 好像谁先动 谁就输了 直到一个猝不及防的人影冲进来 直接咬当把卡号放在楚来手里 客人 不好意思 这是您的房卡 楚来愣了下 他握紧了手里的房卡 有些咬牙切齿地笑了 看来你们这里的服务不太行 我轻笑 楚小姐还真是浑身贴膏药 毛病不少 你要是不喜欢这里 出门左转慢走不送 许是哪个字眼刺激到他了 楚来咬了咬唇 我偏就要在这里住下 想到了什么 他又浅浅一笑 哦 对了 楚小姐 虽然邓怀把戒指扔了 可是你既然那么喜欢 那你一定要好好保存哦 人一走 我终于没忍住 将手中的戒指拔出来 狠狠地扔出去 我以为我不会哭 白色柔软的纸巾 递到我面前 我拿过纸巾 胡乱地擦了几下 抬头看那人 是没见过的 你是谁 我红着眼吸了吸鼻子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穿着民宿内服务生 专用围裙的青年挠挠头 露出灿烂的笑容 你好 我是新来的服务生 我叫安志泽 以后多多关照 老板 我这就把新人带下去 重新教育 阿明突然急匆匆冲出来 把人拖走 两人肩并肩出去 甚至还能听到阿明拉着青年小声道 关照啥呀 你个笨蛋 那是老板 你小子完蛋了 被这俩活宝搞的 我也没了多余的情绪 一身疲劳地回到家时 保姆阿姨给我送来的平板 林林 你之前要看的监控视频 给你放这里面了 我躺在沙发上 歪头拿过平板 好一会才想起是什么视频 别墅门口能拍到湖边的监控视频 目光落在光罗的手指上 我只觉得无比可笑 自以为珍贵的东西 在邓怀看来 可能都不如处来的一滴类重要 没看一眼 我删掉了平板里的视频文件 他是不是真的扔了戒指 已经不重要了 就在我准备约邓怀出来的时候 他也打来了电话 电话里他的声音低沉沙哑 充满了疲惫 林林 我们见一面吧 约见的地点 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高尔夫球场 那时候我还是个球童 为了攒学费 每天都去做 好几次被球打得遍体鳞伤 只有跟邓怀的场时 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他每次都很精准 甚至好几次一感惊动 为了减少被球打到的概率 我去求了老板给我安排给他做球童 后来坐着坐着 就成了他的专属球童 球童这活就不是人干的 我后面没再做了 没想到邓怀去托老板给我带了话 他说可以给我介绍别的兼职工作 我没接受 他反而一再问我 你是大慈善家吗 这么喜欢鸡瓶腐弱 我故意打趣他 接着才慢慢道 我现在不缺钱 所以你把机会让给更需要的人吧 做球童那段时间 我和家里赌气 要自己赚学费 才会让朋友把我塞去他的高尔夫球场做球童 一开始只是为了好玩 后面受不了苦也就跑了 听完我的话 邓怀看起来一点也不意外 他眉眼清俊 笑起来很好看 说的情话也很好听 有没有可能 我是为了你这个人 林林 邓怀 同时开口 我们相视一眼都愣住了 这几天我想了很多 邓怀看着我 眼底有几分不忍 却又在下一刻毫不犹豫地开口 我想我们不适合在一起 意料之中 我握紧了手上的包 勉强扯开笑 你说的对 我们确实不适合 绿色的草场空旷 微风吹拂 一如当年的好天气 我抬头望天举起双臂 享受一般的闭眼高喊 我这样善良美丽的女孩 不是你能配得上的 说完之后 我才发现 眼底已经被泪水阴阴 你能这么想就好 邓怀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他走了 徒留我一个人站在原地 努力憋着 不让眼泪落下 老板 怎么了 一个脑袋露出来 挡着脸 不会再哭吧 又一个脑袋 不 我猜他肯定在睡觉 这种大好日子 怎么能睡觉 小花痛心疾首 要睡也应该让我睡 我扯下脸上的报纸 露出面无表情的脸 你们三个生日太闲了 安志泽叹气 老板 不是我们闲啊 是实在没活干了呀 我微笑 这条街都是你老板 我的产业 这间没活那就去隔壁见 阿明小花这俩老油条 早在我开口的时候就敲摸着偷溜了 只有这个新人看起来是真的新游店里的生意 你叹气什么 这是我的店 我没忍住笑 小小年纪 挨声叹气 不是好事 可是老板 隔壁街比咱们这热闹多了 再这么下去 我怕我会丢了工作 七年忧心忡忡 明明比我小两岁 看着怎么比我还忧虑 行了 这是我已经有主意了 到底是新员工 适当的安抚还是必要的 免得整天齐人忧天 我还都是告诉了他我的计划 什么清清爱爱的 都没有到手的钱来得实在 这段时间很多店已经陆续装修完成 相关招商也在进行中 到时候请一个相关品牌代言人 以快闪活动的名义 将人请来柜台做活动 先聚一波人气 除此之外 会议上助理将手上的文件递给董事们 看他们反应都还行 我又继续道 这个只是我个人的初步策划 更多需要精修的地方 就要仰仗各位董事们了 活动临近圣诞节 可能造成的人潮拥挤 交通拥堵等可能发生的 也必须考虑在内 对应安排出一定的人力 和系统进行维护全街安全 各位相信我 我一定会让古方路 重新焕发他的活力 老板你不是和董事们说 招商已经完成的差不多了吗 安志泽这小子 开车就开车 还非要接我的短 其他的都简单 不过这个品牌向来眼高于顶 我要是不亲自过去 人家不一定会过来 我思索着 将又一个刚刚想到的点 寄入本子 那个牌子我记得有个很有名气的明星 是他家的代言人 如果能请到他来做快闪活动 那古方路正式开业那天一定会很热闹 越想越兴奋 甚至除了招商爸爸公司 我还在高兴自己平时 有看娱乐八卦指导些明星 品牌方听了我的要求后 给对方打了电话 前后不过五分钟 对方就爽快地答应了 只是我没高兴多久 老板 隔壁街好像也搞了活动引流 据说还请了明星 小花担忧道 我笑看他一眼 对方是哪天活动 小花看向我 呃 和我们是同一天 我皮笑肉不笑 声音渐渐冷下来 那他们可真是使客浪带面具 够臭不要脸的 古方街造了那么大的事 就想这么白白占便宜 对了 他们请的好像是 小花犹豫片刻 我心间一跳 按到倒霉 好像是楚来 果然是他 我揉揉眉头 知道了 你出去的时候 把安智泽那小子给我叫来 小花出去了 我看着桌上刚刚收到的匿名信 最后笔尖落在安智泽的名字上 画了个大大的圈 安智泽进屋的时候 我正对着面前的混沌百发呆 这混沌百是安智泽送我的 和邓怀分开那天 我在路上遇见他了 老板哭了吗 这小子真的不会看颜色 甚至还拿出纸巾 落 用这个擦不会伤到妆 我真是谢谢他了 在外面不用喊老板了 叫我姐就醒了 我收了他的纸巾 不自在地擦掉眼角的泪 安智泽突然扑斥出声 唇角露出浅浅的梨窝 我气得咬牙将纸巾揉搓成团 差点就要扔它 直到他说 哭完了 就笑一笑嘛 我正然唇角微扯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感染 居然也没忍住笑了 回家之前 他从他包里拿出混沌百 送你 夕阳落日的菊黄中 他振振有词 心情不好 可以盯着他 然后呢 安智泽甘大一笑 这需要然后吗 玲玲 你心情不好 我抬眸看安智泽进来 他身上还穿着民宿服务生的围裙 看起来已经有模有样了 我坐直了身子 将桌上的信封递给他 小安总不和我解释一下 您来我这个小店的目的吗 安智泽唇角地笑一讲 他拿过信封 就要看写信人 别找了 是匿名来信 我双臂抱胸 眯起眼怀疑地看他 我记得安家也有做酒店生意 可再怎么样 也不至于让小安总 跑到我的地盘上 来打探我这小生意的主意吧 玲玲 安智泽刚要解释 小花又进来了 老板 有客人来了 来人不出意外是楚来和邓怀 男帅女美 楚来挽着邓怀的胳膊 笑得甜美可人 苏老板 好久不见 我又来你这里做客了 他笑得温柔 仿佛我们之前的事如水火从不存在 邓怀恍惚地看了我一眼 没想到你是这里的老板 楚来惊讶地瞪大眼 阿怀你们之前认识吗 我简直叹为观止 楚小姐 你明明演技很好 怎么会有人说你是花瓶呢 楚来气得咬牙 扬言要我招待他们 我微笑 不好意思 爱住就住 不住就滚 往日不轻易在邓怀面前标赃化的我 得到了他的侧目 顺势又让楚来气得跳脚 让安明把人安抬下去 我终于有时间问安置则时 民宿门口又来了几辆黑轿车 黑墨镜压舌帽 披风高跟鞋保镖拥促 人气女性文亚 我有些意外 楚来提前来我这里住 是为了气我 可文亚参加的只是一个快闪活动 没必要提前一天 甚至还选择住在这里 苏老板 久仰大名 文亚第一句话就给我干烧脑了 久仰谁 我们认识吗 智泽这段时间在你这里 没乐出货吧 还好 第二句我立刻就懂了 早就听闻安家女儿随母姓文 这个应该就是安置则的姐姐 所以是文小姐 你写安置则的匿名信给我 文亚愣了愣 笑了 我没有哦 因为这么一出 我也对文亚之前那么爽快答应 来快闪活动怀疑起来 找到空子 立马逮着安置则 甚至你帮我 安置则认真地盯着我 你觉得我有那个能力 让那个女魔头来到这里吗 那可不一定 我没再追究 因为明天就是开业日 需要最后确定 一次我才能放心 傍晚古方路两边 已经张灯结彩 工人们在做最后一次确认工作 安置则不敢和她姐带一块 非要和我一起出来 也不知道是不是孽缘 拐脚的时候我们撞见了 同样也出来逛的邓怀和楚来 两人戴着围巾 穿着大衣 手里拿着苹果 有说有笑 像急了街上任何一对恩爱小情侣 却在看到我的那一刻 又不约而同地停住了笑 我还是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存在感这么强 我绕过他们 没注意到街边另一侧朝我扔来的球 一个身影飞快抱住我 将我照在他的怀里 我听到一声嫩嫩的物体 撞击在背部的声音 那人抱住我 他嫩哼一声 却没立刻放开我 声音低沉充满担忧 你没事吧 我愣愣地盯着安置则 从他怀里退出来 你疯了吗 我扯过他背部看 黑色的大衣上 多了一个重重的球印 安置则 你要是被撞坏了 我可没多少钱赔给安家 我看向球赖的方向 几个小孩已经抱球 落荒而逃了 估计是商家的孩子 安置则呲牙咧嘴 一副痛死的样子 我等会和他们交代一声 明天可不能出这样的事 这人疯了 都这个时候了 还想工作的事呢 我拉着他往回走 这是我会让小花去说 你先去看医生再说吧 邓怀在这时候走过来 我的车就停在附近 我送你们过去 这时候我也不去想他的用意了 等他的车一来 我把不情不愿的安置则 推进了车里 都说了不用 我又不是一岁的瓷娃娃 安置则嘟囔着 车一拐脚 他被迫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没把人推回去 谨慎一点没错 我以前也被球打过 直接给我挤住 撞出伤来了 邓怀坐在前面 透过后视镜 他看了我一眼 突然来了句 在我之前 你一直被打吗 安置则低着头 几乎同一时间 也问了我一句 现在还痛吗 迎着后视镜里 处来的目光 我别开眼淡淡的 现在不是很痛吧 以前痛到快疯了 车里安静得有些诡异 身旁安置则 好像说了句什么 我没听清 因为邓怀突然不耐烦 一般的按了下车喇叭 我扫了他一眼 邓怀今天很奇怪 也不知道谁惹了他 他也有这么没耐心的时候吗 说起来他以前常日理万机嘛 这会倒是有功夫带女朋友出来了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关键的事 邓怀不会就是隔壁街的大股东吧 没等我再想 医院到了 医生给看了下 又拍片确认没有问题 我拉着安置则出了医院 没想到邓怀居然还在外面等着 我有些惊讶 你不用等我们 我们自己可以坐车回去 你们 邓怀目光落在我拉着安置则的手上 他眼眸微沉 看不出情绪 你们什么时候关系变得这么好了 我刚要松开手 没想到身旁安置则反手抓住我的手 撒娇一般地抱住我胳膊 林林 我们快点回去吧 我盯了他两秒 确认这小子又犯病了 跟楚来一样 有点细精 当然 人品比楚来好一百倍 最后 还是邓怀在我们回的民宿 一路上楚来 看着生了一肚子气 我有些幸灾乐祸 嗯 他们难受我就快乐了 因为明早要开业 我干脆也在民宿住了 回房的时候 我才发现 靠近走廊的窗边 放了一颗包装有些潦草的苹果 署名 S 平安夜第二天吃苹果 未来的一年都会平平安安哦 一大早就听到小花哥店门口 卖他那些昨晚卖不出去的苹果 我吸了吸鼻子 小花 阿明呢 小花回头 阿明他好像去帮忙找人了 我蒙逼 发生了什么 小花有些幸灾乐祸 昨晚不知道邓怀和楚来发生了什么 楚来突然就跑了 这回找不到人 邓怀和阿明都出去找了 昨晚应该不关我的事吧 楚来这一失踪 把隔壁街的活动 举办方都急疯了 听说昨晚在我的店主 甚至都派人找到这边来了 我真是无比庆幸我找的是文娅 我知道他在哪 文娅一看到 我就一副要分享小秘密的样子 甚至还要我俯身他 才肯富而 昨晚他们吵架了 那女的给了男的一巴掌 女的跑出去 半天男的 才想起来去找 我配合的点点头 那他在哪 应该在哪个嘎嘎角落里喝酒吧 下雪了 不过一会 地面上就覆盖上一层厚厚的雪层 天地间一切都被白色覆盖了 明亮又谎眼 我打电话告诉了邓怀 楚来怎么说 也是在我这里跑出去的 他要是找不到了 我也要负些责任 可我没想到 邓怀听完的第一句话却是 林林 你终于愿意 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了 我皱眉 看了下手机备注确认 对方是邓怀 才到 一个合格的前任 就应该像死了一样 不管是对你来说还是对我来说 可我后悔了 低沉温润的嗓音一如既往的好听 林林 分手后 我总是控制不住想到你 关注你 声音越来越清晰 我回过头 看到了街角朝我走来的邓怀 我抓住了字眼 关注我 所以那封匿名信是你发的 邓怀情真意切地看着我 安置则他接近你是有目的的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让你多注意 我突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陌生地让我害怕 楚来还找不到人 这个时候说这些 你不觉得不合适吗 我转身离开 被他抓住了手臂 我第一次在这个自傲金贵的男人脸上 看到了祈求 林林 如果那天我没有说要扔掉戒指 你是不是就不会离开我 我莫名其妙地扯开他的手 请不要岁月使书 当初你是先要和我分手的 回到民宿 我被气得一肚子火 刚好有人从走廊经过 我立马喊住他 安置则过来 安置则在我面前坐下 甚至一脸期待地问起我昨晚的苹果 吃了没有 吃你个头 我往后靠眯一眼看他 说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安置则微微低头 又很快抬头 表情认真又坚定 林林我喜欢你 几分钟后 我逃跑一样地来到会场 我故作检查现场地到处看看 目光无意中对上正准备上台的文雅 他那双漂亮的眼睛有意无意地看过来 偏偏像急了安置则的 我偏开他的视线 听到身边的人说起 隔壁街人气女星临时缺席了活动 邓怀还真是绝情 现在连这种事都不愿意给他摆平了吗 开业活动举办得很顺利 因为文雅而来的人不少 哪怕后面文雅的活动已经过去 依旧有很大部分人选择了留下来继续逛街 这当然不只有文雅的明星效应 每个店铺为了这次活动都卯足了劲 几天下来 古方路的净利润就翻了几千倍 再次听到楚来的新闻是在半个月后 因为他和邓怀又一次被拍到了 小花的平板里 楚来苦苦哀求跪在邓怀面前 他非听的人都在拍照 他却好像看不到 只一位求邓怀原谅自己 而邓怀面无表情 眼底可见不耐 我摸了把瓜子凑过去 哇 怎么回事 楚来完蛋了 小花如鼠家珍一般 一一道出网上的八卦 最后说 不过我没想到楚来居然还骗人说自己都癌症了 这不是咒自己吗 也许是柔弱小白花的人设 真的很对某些人胃口吧 一抬头撞入一双清澈无辜的眼睛 我愣了下把它推开 你不是厨房有活吗 怎么天天来这 说完我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 我什么时候变结巴了 还不如不说 林林 你在夺我 清俊的青年眼底露出一抹受伤 我什么都没做 倒搞得像我欺负了他一样 回家时我多了的司机 安志泽自告奋勇要做我司机 我也就随他去了 只是我不明白 回家拿个文件而已 他为什么乐成这样 就在车子刚停下时 我也听到了保姆阿姨的惊呼声 邓先生 那湖里是您别过去呀 我心中一咯噔 赶紧下车 远远的就看到邓怀一步步 往湖中心走 很快就没入水里 没多久他又从水里出来 看到我他高喊 苏林 我一定会找到戒指的 等找到了 我们就会重新在一起 说完他又重新扎入到水里 疯了吧 我跑到湖边 喊了他好几次 邓怀 你先出来 有话好好说 可他却没再浮出水面 好在安志泽会水 很快把人从湖里救出来 刚来又把人送回医院 等邓家的人来了 我才悄悄松了口气 累了吧 车上安志泽捏捏我的手 我正问这小子 什么时候胆子那么大了 一抬头 唇角就擦过他脸上 空气有些过分 闷闷热了 我正了好一会 才要故作无事发生 男人的手 却握住了我的后脖 逼我直视他 林林 他湿漉漉的眼睛 带着几分小狗的无辜可怜 其实我很久之前 就喜欢你了 多久 你在球场当球童的时候 我突然瞪大了眼 所以你是当年那个 打球总是打不中 还总精准打中我的那个混蛋 我咬牙切齿 已经思考回去之后 怎么整理他了 安志泽变了脸色 声音逐渐变小 我很愧疚 我想去找你 可是你已经走了 我微笑 安志泽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 你被辞了 出来的是 是我曝光的呢 电话那头 文雅邀功式的开口 我正玩着潇潇乐 随口应他 说 给我那蠢弟弟 一个机会吧 他话刚落 有人打电话给我 直接把他的信号 挤下去了 是邓怀 电话那头 他气喘吁吁 却难掩他话里的 欣喜与期待 林林 我找到戒指了 我玩着潇潇乐 随口应他 说 他小心翼翼地问 我们还有机会的 对吗 没有 过去没有 现在没有 未来也不会有 说完 我直接点挂机 正好被战线的文雅 恢复了信号 林林 刚刚怎么突然 听不到你声音 战线了 有个烦人的 打骚扰电话 我已经拉黑了 哦 那我刚刚说的是 你考虑的怎么样 我跟你说 我这弟弟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绝对是居家旅行 必备之首选 我抬头看向 给我端来 热腾腾汤面的青年 他脸上露出灿烂的笑 唇角的离窝浅浅 林林 你要的面来了 不知是个是听到安智泽的声音 电话那头突然安静下来 我看向那碗面 肉蛋青菜面 撒一把葱花 热气腾腾 香味扑鼻 这么冷的天 还是大半夜 我随口一说而已 这人还真去做了碗面 坐在沙发上 我朝他勾勾手 他疑惑 但还是乖乖地走来 我拉起他的领口 在他脸上印了个唇印 盖章了 你就是我的人了 我没忍住笑起来 哪料他反应过来 居然也一把 孤住我的后脖子 我也要盖章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是小贤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